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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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今天是訓練第幾天嗎 今天是50天囉 那有整點他講 配合度算高 他也算是一個聽話的學生 我覺得不錯 只是有時候還是被我罵 對 因為他還是可能有事情 他沒有辦法做到或是我認為 他應該是可以做到 但是為什麼又做不到呢 所以他在整個過程當中也被我 罵了很多次 大概都罵哪一些事情 作息 睡不飽 過餐 早餐其實有時候蠻難的 因為譬如說上班時間 一起床 大家都做什麼 就是刷完洗臉嘛 然後我還要化妝 然後我可能還要準備東西 還要路程去辦公室 真的沒有辦法中間吃 所以就會很痛 然後有時候就會很想要謊報 就是我已經在吃了 其實根本沒有吃 有一度有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一次是訓練完 然後又要趕時間吃飯 找東西吃 對 然後好像又剛好遇到 不知道什麼緊急的事情 好像類似工作的事情 就是反正有三件事情卡在一起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我幹嘛找罪受 真的就是找罪受這三個字 就會在腦袋裡面一直盤旋 一直到我坐下來 吃第一口飯的時候 可能血糖上升了 就覺得好很多 然後一直到今天五十天 嗯 我會覺得想要持續下去 因為你已經習慣你的 譬如說我以前最大的地方就是肚子 你現在看習慣其實它平衡 就不想要再讓它恢復到 可能之前的狀態 然後還有我褲子也變慫 嗯哼 所以都要重買 很開心可以重買 可以去買新衣服 我覺得在這五天當中 已經剩下最多十天了 需不需要再做什麼額外的衝刺呢 我覺得真的就是像我們今天所講的 很認真 先準備好那個眉筆 一些化妝的筆 然後把那個線畫出來結束就夠了 開玩笑 那我是覺得 他現在已經很清楚知道 他自己平常需要注意什麼 吃的東西 還有他的訓練 我覺得他已經有了概念 那他應該都可以找到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跟解答 因為他自己已經都很有概念 是吧 對 所以最後十天呢 基本上我們還是就是 維持原本的方式 我覺得能夠持續下去 那才是真正的重點 請問一下今天放假 你為什麼沒有去圓圍 因為他可以訓練 那這樣怎麼會被你粉絲打 不會還好 就這樣 那你現在在幹嘛 因為為了要陪你訓練 給我忙到待會吃東西 就因為吃東西 你少了嗎 對 好快我們準備開始了 好 你說什麼 我說 胸部大沒有辦法帶這個 胸部大就會這樣 你看我 我 我 沒有帶 好想流眼淚 好啦加油 加油 看來的時候下巴巴維收 很好 好酸喔 加油加油加油 胸部伸出回來 嗨大家好 今天是最後一次測量 好緊張 不要怕 我覺得我已經都做好心理準備了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最後一次測量吧 Go Let's go 結果已經出來了 OK 那我想先問一下 這次的結果 你滿意嗎 我覺得 數字上其實有滿意 因為我本來就希望我的題詞 大概在18上下 OK 好 原則上其實我覺得這次 如果以1到10分來講 因為其實他們沒有比賽 這是對自己的一個挑戰 我覺得1到10分 我的滿意成本大概差不多8分 我覺得其實是 是很不錯的 因為從這兩個月來講 你看 咻一下就過了60天 很快 它本身的肌肉量量其實是比較少的 它短短在兩個月當中 其實就加了快一點 喔 差不多快接近1公斤的肌肉量 這其實你知道 肌肉量並不是那麼好加的 肌肉量的增加是完全是因人而異 也要看他之前過去訓練的程度 以及他的整個動作品質 強度能否足夠 以及他的睡眠的營養 是否都有顧慮到 原則上如果以新手來看 小白啊 什麼都過去從來沒有做過訓練的話 其實應該在3個月當中 大概都很難增加肌肉量 所以其實以這樣的一個方式來看 兩個月增加將近快1公斤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好的 臉歪是有值得的 數據的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還是很好玩 你看喔 在這兩個月當中 體重減了多少 0.1 我體重沒什麼變耶 體重只減了0.1 代表其實他只要再多喝一杯水 他可能體重就是完全不變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他其實真的變化 就是在他的肌肉跟脂肪上的比例 我覺得這個關鍵上來講 很多會員都已經很認同這個部分 就不會一直執著在體重 他就已經想要成為一個 網紅 一個健身網紅 所以代表目標 他必須要更高更明確 所以我們就會針對在他的整個肌肉跟脂肪的比例去做調整 然後後來 所以是剛剛我所提到的 他的肌肉量大概增加了1公斤左右 然後體脂肪重大概少了1.3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要靠他的一些平常生活的生活動量 飲食還有低強度的訓練的有氧 以及包括訓練他的那個主力訓練 這些都是為了要去增加他的肌肉量 來去做調整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那他的體脂肪綠也從21.1 也就是他本來是2字頭 變成18.9 已經我覺得是進步非常多的 那你說還不需要再低呢 我覺得講坦白話不需要 他的體脂肪綠我覺得大概就是落在這樣的一個區域就可以了 只是剩下就是變成他持續在增加他的肌肉量跟脂肪 為什麼會增加脂肪呢 是因為其實他的脂肪量已經在他的整個身體組來講 比例已經算低了 如果再低下去我會害怕 他的荷爾蒙內分泌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體脂肪還是不要到太低 然後還有包括他自己所顧慮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現在要抽紙弄上來 這個建議呢我覺得其實運動是一輩子的 所以他不能夠間斷 那還有包括其實在整個訓練當中 我覺得我很喜歡他的下肢的訓練 因為他下肢的穩定度還有他整個動作模式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覺得在下肢的時候訓練我比較不擔心 但反觀其實很多女生我覺得不只Nail 很多女生他們的上肢的穩定性 是相較比較弱的 那怎麼辦呢 多訓練 就是可能在整個訓練比中來講 會稍微再放多一點點 包括一些上半身的穩定性訓練 還包括做一些上肢 這個其實是需要去操作的 對那這是我想要給Nail的一個建議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開始 它不會是一個Ending 那我希望我的線條 就是剛才教官有講到那個上肢的部分 我自己本身可能會加強肩膀的部分 就是多訓練 那其實對生活上也有好處 就是比較不會有肩頸酸痛的問題 那其實全身的肌肉如果協調的話 做任何的運動都會比較順暢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受傷 所以還是會持續下去 我覺得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我們都還是要會去吃 去享受人間美食 我覺得這樣才是有意義的 只是就是說在吃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那個罪惡感先把它放一邊 你只要能夠拿清楚那個量 還有包括如果你今天有足夠的訓練的話 其實你根本就不用在那邊吃那些食物 對啊 這兩個月的訓練當中我覺得 其實Neil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有好有壞 因為越有想法 代表他就能夠知道他要做什麼 他就能夠好好去執行這樣一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去鼓勵 那當然他其實也是真的是乖乖的回報 不管是他的訓練 還有包括他的飲食 而不是就是說我可能有一個最好最適合的方式 你就一定要按照這個科普效作 我覺得這樣很容易都會在整個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問題或是很容易失敗 OK 這是我這兩位的一個感想 我覺得對我來講其實是很滿意的 剛開始吧 剛開始其實他會忽略掉我跟他講那些細節 譬如說他可能覺得說 運動到吃東西好沒有關係 那我大概我兩小時或是一小時後 久一點我再吃 這個我已經跟他講 就是要看他上一餐 如果上一餐已經沒有吃很多 其實他就應該在訓練之後 就要立刻去補充 因為他的身體已經需要支援了 結果你又不給他支援 你又沒有去幫他去做修復 他自然而然其實就變成 你做這樣的事情 他的效果就會降低 降低非常多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我後來就變成是 如果他要再持續這樣做的話 沒有去做好這個部分 那我就不上課了 這個我就會 我覺得就是 教練一定要 可能會覺得很嚴格 沒有錯 但是你要去試試看 你的學生 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跟他溝通 或者來怎麼樣去教他 這個其實 比較看個性會有差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夠 接受這種方式 對啊 那我覺得至少 我跟他講 他也聽得進去 後來他也調整了 我覺得那就夠了 我覺得一開始 訓練行程一定要掌握到 千萬不要去模仿別人的菜單 我指的不是說吃東西 我指的是針對在訓練 因為所有的訓練菜單全部都不一樣 你真的要看到你自己是不是 第一個 能否執行 再第二個 執行的品質 然後再來 是不是有人能夠去看你的訓練計畫 然後看你的動作是否 是否好還是不好 還是在整個訓練過程當中 你其實已經有一些 不管是肩痛 或是下背痛 或是吸痛這些問題 其實你都必須要尋求其他的專業去做解答 這個其實 也在一開始事前 你都要先準備好 而不是貿然看著說 今天NEO做的課表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立刻去模仿他的課表 按照他的什麼 每週的訓練方式 以及他的去說 可能早上怎麼去做有氧啊 有氧怎麼操作 這個其實真的都完全因人而異 所以你說你在怎麼去精準去算 怎麼熱量進出 我覺得當然吃東西很重要 可是其實事實上 運動整個訓練量 其實也是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如果你飲食控制得好 當然你可以控制你的體脂肪 可以控制你的體重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要看到身體有一個良好的外型 或者是讓你的肌肉良好的功能 你都還是必須要靠訓練 所以不管怎麼樣 吃很重要 但是訓練呢 也一定要尋求專業 才能夠去解決 每一個人個人他所需要的一個問題 我大概已經是 跟一般比起來 我是三天運動一次至少 所以我已經覺得我很厲害了 可是後來我經過這兩個月 有教官這樣帶 我才發現其實我真的很弱 那很感謝就是 就是有這麼棒的教官 就是有陪著我做訓練 那最大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又把自己的能力就是有upgrade 變得更強 那我也知道自己原來是真的可以做得到 可以挑戰自己的極限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次的一個變身的挑戰 我就是感到印象深刻也很開心的就是 就是我身旁的朋友 甚至就是不認識我的人 但是會去追蹤我的個人專業的上面的網友 他們有些人私底下就是會來詢問我就是 你怎麼吃會比較好 或者是什麼樣的運動 就是對他們也 就是對他們來說是什麼可以學習的 或者是甚至問我說 誒沃爾軍的教練 哪一些是還不錯的 可不可以就是介紹這樣子 那其實出發點 我自己的出發點就是 我真的是愛上 就是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所以也想要分享給就是我認識的人 或者是看得到我的人 那如果我可以影響一個人的話 讓他變得更健康 知道說自己該吃什麼 或是怎麼運動 會讓我就是成就感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我會建議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目標 譬如說你要降體脂5%好了 因為有時候要用數據下去設定目標嘛 你就是這兩個月 或者是跟你的教練討論 我要多久可以達到這個 一次減肥就這麼一次 把它減到那個你要的目標之後 後面就是維持就好 那維持的話用你的方式 用你最舒服的方式 來去跟教練討論怎麼樣 是最適合你 然後可以永久的持續下去 不要永遠的一直減肥 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OK 所以算成功囉 成功